白云姥姥告别居住多年的盼盼园前往养老康养区 将在飞战区开启退休新生活 作为盼盼和东东的长女 白云在盼盼园生活多年 随着年岁增加 白云逐渐迈入老年 已经不再适合居住在嘈杂的院子 在进入养老康养区后 应该也能受到更细心的照顾 衷心祝福 白云姥姥和高老爷都能健健康康 在宁静的环境下度过晚年生活 只愿它们都健康长寿 也不知道大熊猫们还记得曾经的对象吗 但我想两只大熊猫结合的血脉 倒是传承了美好与未来 怎么肥师 真的不是想黑针主任 是我对蛙梅熊熊情有独钟 雪山下的阿真美景 感觉特别迷 不准有人不同意 最后来一顿白云的可爱睡眠以后 白云也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下睡觉觉 以后再去看望白云的三个儿子 记录一下他们的生活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 后面有个山坡 山坡上的在 我记得了一顿白云的